歡迎收看鳳凰財經日報 香港股市在4月份 第一個交易日大幅度的上漲 受惠於昨天納指反彈 新經濟龍頭股受到追捧 加上昨天下座的舊經濟股 也見回升 帶動香港股市 在復活跟清明長假前夕 以全天的最高位收市 那麼恆天指數中央收報 是28,938點 大漲560點 成功收復了10天 20天 還有100天線 那麼主板成交也叫昨天 增加近9%到1782億港元 那麼怎麼看待今天 港股的強勁反彈 那麼是不是意味說 這個之前的困擾因素 已經消除 相關的話題稍後 我們有請我們今天晚上 邀請到的嘉賓 至於東方證券的新燕總裁 令長年先來做進一步的解讀 還有分析 那麼至於亞太區的股市 今天也普遍照好有報導指 台積電計畫 未來三年要投資1000億美元 來增加晶片的產能 帶動台灣股市再創歷史新高 內利股市也回升 不過兩市成交繼續縮量 到6576億元人民幣 繼續刷新超過5個月來的新低 現在您看報導 香港股市在復活節假期前 大幅上揚 隔夜美股納指大幅收漲 中概股普遍反彈 利好港股氣氛 橫指開高216點之後 反覆上升 資金回流新經濟股 美團機漲超過9% 騰訊大漲超過7% 快手也上升超過半成 汽車股有炒作 比亞迪大漲超過7% 吉利也攀升近4% 長城汽車更急漲超過一成 但包括石油 公用 製藥和地產等 傳統類股表現落後 銀行股也走低 橫升指數收盤爆28938點 上升560點 漲幅1.97% 主板成交1782億港元 累計本週橫指上升602點 漲幅2.12% 內地股市今天小幅高開後持續上揚 深圳市場走勢領先 創業板指數為盤發力上升超過2% 但糧市成交繼續縮量至 6576億元人民幣 從盤面上看 醫美概念股延續強勢 半導體 鋼鐵等板塊漲幅居前 環保 石油等板塊則表現弱勢 護紙中廠收報3466點 升24點 升幅0.71% 成交額2926億元人民幣 深程指收報13979點 升201點 升幅1.46% 成交額3650億元 創業板指數收報2815點 升56點 升幅2.06% 亞太股市普遍上揚 日本股市升0.72% 韓國跟台灣股市雙雙升0.8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為了進一步增加 對中概股的吸引力 港交所昨天收市以後 發佈了諮詢文件 建議將回港第二上市的 中概股範圍由新經濟股 擴大到舊經濟股 另外也建議將中概股的 市值要求等門檻全面下調 為中概股回港 雙重上市鋪平道路 港交所週三晚間刊發諮詢文件 就講話海外發行人的規定 拓寬第二上市制度徵詢意見 諮詢重點包括 允許在海外上市 經營傳統行業 而沒有採取不同股權架構的 大中化公司到香港上市 允許符合條件的發行人 在保留既有不同投票權架構 及可變利益實體架構下 申請到香港做雙重主要上市 港交所於2018年放寬規定 容許創新型企業的大中化發行人 到香港第二上市 至今已吸引阿里巴巴 百度 京東等大約13家 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回流 但發行人需符合上市時市值 至少達400億港元 或上市時市值至少達100億港元 而最近一個今審和會計年度收益 至少10億港元的條件 港交所在本次諮詢中提出 沒有採用不同投票權架構的 大中化發行人 上市時最低市值將低於現行規定 港交所指出 相信優化上市制度後 將吸引更多希望從香港的 高流動性金融市場受益的國際 與中國內地公司到港交所上市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香港股市在科網巨頭 強勁反彈帶動下 大漲超過了560點收市 漲幅領先亞太區的其他市場 其中恆生科技指數更顯著 反彈4.7% 香港的話題 我們立刻請教我們香港演播室的嘉賓 令常念賢 令賢你好 你好 以前我們看到受惠於昨夜納指反彈 今天港股當中的新經濟股 也集體擺脫前期的弱勢 迎來大漲 其中美團大漲超過9% 騰訊一口氣漲了7% 比亞迪電子也大漲超過了1成2 那麼今天這些股份強勁的反彈 是不是表明說 困擾科網股的不利因素 已經大致上消除了 您預計復活節假期之後 這個反彈能不能持續下去 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就是過去一個月 這個港股尤其是科技股要消化四個不利的因素 首先就是美國的債氣上升 令到投資者來估一些高股質的股份 那麼加上內地政府也是展開這個反壟斷 這個龍頭的科網股 再加上了美國又這個證監又通過這個退死的機制 再加上了上個星期就是有些對沖基金打爆倉了 那麼今天可以說呢 第一是沒有這些不利的因素了 所以投資者已經餓了很久了 所以就是重手出擊了 所以尤其是在下午時段 一下子就把這個指數衝高了560點了 我們看到新經濟股的反彈 產生一個悄悄版的一個效應 那麼前期收到追捧的一些舊經濟板塊 包括像銀行地產今天出現了回圖 那如果說像您說的這個新經濟股 持續可以走強的話 那麼舊經濟股是不是也會持續受到冷落 我看是這樣的 因為今年來講 我看這個股市就是新舊之爭 如果是新經濟股上升的時候 就是投資者直接冷落 冷淡對待舊經濟股 但是如果是新經濟股不好的時候 投資者又換馬去舊經濟股了 現在我看這個彎舊 就是現在又轉回來新經濟股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我看這些銀行股地產股 很可能又會冷落了一點 又會下跌了 OK 那我們看到今天 相當股市在客網股大漲的動向 今天大漲560點 值比2萬9整熟關口 同時也成功收復了10天 20天還有100天線 那麼從技術上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3月初以來的中期調整 是否也意味已經到了一個尾聲 您預計反彈的幅度會有多大 這一次就是有31,138點 就是2月18號那天開始就下跌了 跌到現在就是最近就是27,000 28,000點左右了 這個調整不是太深 也只有這個大概16個星期了 算是一個小調整 所以我反而覺得調整的不夠 最後能夠調整到2萬6千 消發所有的這個獲利回吐的盤 但是現在來講 2萬8千點都跌不下去了 我看港股應該可以 重上去這個3萬點 因為這個是資金市 這個在市場上還是資金太多 投資者還是要買這個新經濟股了 好 那麼雖然現在有報導說 中央正著手要研究 要另見一個新的證交所 來吸納包括中概股在內的海外企業 到內地上市 當然港交所似乎也撥攔不驚 因為我們看到他好像看準了 這個美股上市中概股 被迫退市的危機升級 所以他不但建議要把這個回港 第二上市中概股的範圍 從新經濟股擴大到舊經濟股 還打算降低上市的門檻 誤求要把中概股一網打盡 那您預計這個建議 對於港股市場 以及對港交所的股價 會帶來多大的一個助力 這個肯定是一個幫助了 因為全世界所有的交易所 都存在這個競爭 大家都要搶生意 美國這個交易所是首先允許 這個同股不同權的 所以過去這十幾年 直到2018年都讓美國 就是拿了差不多所有的柯王股 在那裡上市了 所以2018年香港改市了 那麼最近內地也改市了 現在就是美國想強迫 這些中概股的退市 那麼香港最好的就是打開門 歡迎他們 希望他們快點來 還要就是在內地股市 在開門之前先搶的這個生意 因為搶的生意就很難 再搶別人搶去了 OK 非常謝謝林主席 就我們今天產生了點話 之後的分析非常謝謝你 我們再關注其他消息 今天是4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港交所有超過50家 上市企業集體暫停交易 大部分是因為 未能夠在期限前 發佈年度業績 3月31號是港交所上市企業 發佈去年度全年業績的最後期限 今天上午開班前 有超過50家上市企業 發出了停牌公告 包括了中國華融 華融金控 還有協星新能源等知名企業 停牌企業當中主要涉及 未能按時發佈全年業績 相較於去年3月底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審計工作進度 但是當時只有9家港股的上市企業 需要申請停牌 深圳證券交易所31號公佈 經中國證監會同意深交所合併 主板與中小板會在4月6號正式實施 深交所表示 兩板合併是資本市場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舉措 兩板合併完成後 深市主板定位於支持 相對成熟的企業融資發展 做優做強 創業版主要服務於成長型創新 創業企業 原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證券類別 變更為主板A股 它的證券代碼 還有證券簡稱保持不便 今年2月5號 經中國證監會批准 深交所啟動合併主板 跟中小板的相關準備工作 而目前各項準備工作 都已經就緒 稍等您關注的是 美國基建還有經濟計畫的詳情 我們待會兒見 現在上揚除了葡萄牙股市之外 其他的股市目前都溫和上漲 大約半個百分點 主要是製造業的數據良好 提振的市場的氣氛 至於美股方面 昨夜的三大指數漲跌互漸 道瓊斯公益指數小幅收跌0.26% 納大哥指數則大漲超過2% 標普白指數則再創收盤新高 但總結整個一季度 道指累積上漲7.7% 納指表示相對落後 但仍然有上漲接近3% 標普白指數則累積上漲5.7% 美國總統拜登31號公佈規模 2.2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計畫 為了應付大幅增加的開支 拜登建議要加企業稅 稅率由21%升到28% 相當於恢復到前總統 特朗普上任初期通過 減稅之前的水平 同時他也計劃要提高 企業海外營利的稅率 由限時的13%升到21%左右 但是不包括拜登正剛提到的 調高富豪和資本增值的稅項 拜登31號在皮茲堡發表講話 闡述如何落實他的競選口號 重建更好的美國 根據拜登的計劃 未來8年 美國政府將耗資2.2萬億美元 改造2萬英里的公路 1萬座橋樑 並且驅除水管中的含遷量 促進種族平等 通過清潔能源應對氣候變化 並為美國創造數百萬個就業崗位 這是一個一次一年來的 財務在美國 相比我們看過 已經做過 從我們建立了 公路的廿道路 和飛行移動歸十年來 歷史的經歷 它是最大的財務美的 財務在世界巨大 是財務的財務 財務財務 財務財務財務 財務財務 財務財務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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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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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黨已經對這項計劃的規模 以及提高公司稅表示反對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本週與拜登進行了通話 麥康奈爾表示 自己不太可能支持這項提案 鳳凰衛視 王冰如 王天逸 華盛頓報導 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 今天結束其連跌反彈過百點 那麼集氣匯價的部分 則進一步下跌 再度刷新四個月的新頂 國際美元匯價週四 在五個月最高位附近盤整 對歐元小幅回落 對英鎊和日元牛皮 對瑞士法郎則上升 刷新超過八個月新高 對澳元和新西蘭元也上揚 人民幣中間價 在隔夜節會議院上升的帶動下 反彈過百個基點 終止其連跌 暴6.5584 不過集氣匯價震盪下跌 收盤跌至6.5739 創出去年11月30日以來的最低記錄 離岸匯價也明顯弱勢 失守6.58水平 與在岸價的差價 擴大到超過100個基點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宣昌能專文指出 外匯管理要秉持支持金融創新 和維護金融安全並舉的理念 要推動外匯交易監管全覆蓋 提高域外監管執法的能力 另外 中國人民銀行周四連續第24天 維持逆回購操作 規模在100億元人民幣 繼續緊緊對沖到期量 債券市場所受影響不大 限期貨小幅調整 銀行間市場各主要回購利率 則小幅上漲 央行上個月開展了1000億元 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 余額保持不變 常備借貸便利SLF的操作規模 有超過64億元 至於三家銀行的 抵押補充貸款PSL 繼續是見歸還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另外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最新的數據 去年第四季 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比例 由前一季的60.5%跌到59% 創25年來的新低 至於人民幣則升至2.3% 是連續四個季度上升 美國彭博社新人引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的 一個數據顯示 由於美國政府債台高 若同時疫情恢復緩慢 所以美元在國際儲備貨幣 當中逐漸遭到減持 目前組成成分比重 已從2019年的60.89% 下降到日前的59% 為1995年以來最低位 而歐元則呈現上升態勢 從2019年的組成比重20.54% 上升到21.2% 業界表示 根據目前美國疫情 與財政赤字狀況分析 今後比重 可能還會繼續呈現下行趨勢 於美國疫情的方式提升 每次疫學會進行增強 會開始想到2022年 有人開始想到2022年 中國現在開始說 美國已經比美國年快可以增強 將於2022年 现在的币货币和国家的币货币 两个都会很大 报道指出美元此次降幅为2010年以来最大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话 业界优劣美元作为国际主导的 储备货币地位将会产生动摇 凤凰卫视 庞泽江广复 纽约报道 国际清算银行表示 央行数次货币的发展将会催生 大量非银行支付机构 而大型科技公司更容易在竞争当中 占主导的地位 国际清算银行周三表示 央行数字货币可能会在零售支付领域 催生一大波非银行业者 导致行业充足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腾斯表示 数字货币发展的一大目标 是建设一个允许更多竞争的基础设施 这也意味着有更多支付服务供应商 将参与竞争 而大量新业者的涌入也可能扰乱市场 他认为大型科技公司 更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占主导地位 对用户来说 大型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支付服务更为方便 但有机会会扼杀竞争 以及破坏数据保护 这也可能损害竞争 为金融服务带来的益处 例如由Facebook支持的稳定币 就引发各国央行忧虑 未来全球可能会有数十亿人 使用稳定币 对金融稳定 以及由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造成威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金管局宣布 从即日起跟日本的国债金融网络系统 开展跨境证券交易联网交收 这项合作将可以支援 以日本国债作为抵押品的 港元出售和回购协议交易 以迎获两期的方式交收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 交收安排可以确保在香港交付港元的时候 会在日本同步交付日本国债 有助于消除交收的风险 这样安排在市场受压的情况下 可以发挥显著稳定的作用 境外银行可以动用所持有的外币债券 在香港做周转的用途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1号 公布了2021年全国贸易预估报告 详细阐述了65个贸易伙伴 对美国出口设置的重大贸易壁垒 同时也誓言会透过双边 或者是多边的方式 来应对这些壁垒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3月31号发布了 2021年全国贸易预估报告 详细列出了美国65个贸易伙伴 对其设置的贸易壁垒 戴琪称 这些壁垒对美国商品和服务 投资以及电子商务的出口 构成了障碍 这些障碍造成重大政策挑战 对美国未来的增长机会 和全球经济的公平性产生了影响 这份报告共涵盖了11个领域的重大贸易壁垒 包括关税进口许可和海关壁垒等进口政策 技术性贸易壁垒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补贴 政府采购 知识产权保护 服务壁垒 阻碍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障碍 投资壁垒 竞争以及其他障碍 报告称 中国对经济和贸易 采取了由国家主导的方式 造成钢铁 铝 太阳能等 多个行业严重持续的产能过剩情况 报告还指中国通过 中国制造2025一类的工业计划 在其他行业造成过剩产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 将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 以应对中国这些贸易做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是在3月1号发布了2021年 总统贸易议程和2020年年度报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 在4月30号之前发布 年度特别301报告 内容主要是关于各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任的贸易代表戴琪表示 短期内不会考虑取消 对中国商品价值的关税 但是对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 则持开放的态度 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 指中方反对单边加征关税措施 双方应该要透过对话协商 来解决彼此的关切 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加征关税的措施 这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美国 不利于世界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双方应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彼此合理关切 针对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 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反清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最终裁定 高峰也在会上做出说明 强调中国采取的反清销措施 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国内法律相关规定 经调查 商务部依法裁定 采取相应的贸易救济措施 裁决报告表明 自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存在请销 给中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采取反请销措施 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和中国国内法律的相关规定 富凰卫世贸玩后有运 北京报道 台湾的芯片大厂台积电 今天表示将会大举投资增加产能 而韩国政府也将会推动 本土研发汽车用的芯片 台积电表示计划在未来三年 投资1000亿美元来提高产能 公司早前已经公布 今年将会投资250到280亿美元 来开发和生产先进的半导体 另外韩国政府也表示 将会培育本土开发新规功率芯片 用于电动汽车 及其他需要功率效率和耐用性的新技术 政府期待和私人企业的合作下 到2025年可以有五款 或以上的芯片商业化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最新公布的研究认为 由于芯片供应商 更加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 导致全球芯片供应链 更容易受到天灾 或者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 例如最先进的芯片 全在亚洲生产 其中有9成2是在台湾生产 建议说完今天的节目 我是姐不江俊临 晚安 再会 好 谢谢大家